2019年12月6日至8日 第四届中国国际器官军线大会 即一带一路器官军线国际合作发展论坛 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各大洲移植协会和62个国家移植协会的代表 共1000余人参加 在论坛期间召开的 中国器官军线与移植发展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盛赞中国器官军线与移植改革的发展成就 肯定中国经验 中国在最后五年工作很厉害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三年做的国家的课程 但我们也在医院里做了一些联系 来分享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实施 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医院里的区域 帮助人们回到生命 也有敌人他维持不高兴 我觉得巨人是不用跟那些小丑去打架 我们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 是我们是个和平的过程 需要的就是朋友 一起来为人类命运体共同建设 两岸原生敌不住 轻住已过万重山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这个器官军线移植事业 是蓬勃向前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阻挡 人体器官军线与移植事业 是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 是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 立足于中国实际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逐步完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建设 探索器官来源不足 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 器官移植技术 旨在拯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 但一些境外反华势力却造谣抹黑 11月14日 英国医学委员会医学伦理期刊 发表了以色列所谓学者的文章 污蔑中国器官捐献的数据 是数学公式生成的 出席研讨会的国际器官移植权媒专家 对相关谣言进行了批捕 我也告诉他作为个心脏器官移植医生 多些发时间治疗心脏病人 说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但是我还是想说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 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 他今天可能讲个方程式 明天可能会讲一个天文的数字给你 所以不要再说 我相信谣言止于自则 传闻都是传闻 而且这发生在每个地方 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我们不必须在传闻 传闻 我们必须在真实上 在中国的事件 我已经在中国认识了很多医院 在中国的最后五十年 然后我看到什么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必须在传闻 如果您在这个计划中 您会有敌人 您会有很多东西 所以您必须拒绝 什么您说 什么您听 您不要在背后 您是很快的 我们希望能够成功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 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 王海波 在研讨会上 向国内外专家及媒体 介绍了该系统 并展示其实时运行过程 以公开透明的事实 证明反华分子制造的谣言 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这个系统当中的 每一个编号 它不是一个编号 它是一个人的名字 它有它的身份证号码 它有它的出生日期 它有它的家人 它有它的故事 我们有两万六千多个捐献者 我们就有两万六千多个故事 这种骚扰 不仅是对于专业人士的骚扰 这对于中国的 无私的利他的器官捐献者 是非常的不尊重的 甚至是侮辱的 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 器官捐献者 不是一个数学公式 现在在座的这个专家 我是希望你们 为我们中国的器官评价 给予支持 这中国人一句话 眼见为食 这是不是科学书 这是政治犯罪和刑罪 没有其他事 这是科学习罪 我们不需要 政治犯罪 在科学习罪 我们已经发现 那里有没有 科学习罪 这些研究 这些研究 是一部分 的一部分 的研究 专门 的力量 选择 选择 运动 他们正在 尽研究 所有的工作 我们都在做 过几年 the groups involved in producing this paper have a political agenda so what they've got to do now is to maintain these rumors because that's the whole strategy of their campaign and we're going to see thi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we've got to be vigilant against it the more this happens the more we must be ready to fight against it 而言之,要承受医联系的性格。 如果中国继续做得更多的, 中国成了一个全球统统的看法。 在义客的既然内访者, 这么多的支持中国。 我认为我感到这么感受, 因为你实现的提高, 是这么浓稠的字物的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依靠法制建设的护航 2007年5月 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201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8 严禁器官买卖行为 并增设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 为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5年以来 中国公民资源捐献成为器官移植来源的 唯一合法途径 目前 中国已建立起科学公正 遵循伦理 符合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 与移植工作体系 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统计 2018年 中国完成器官捐献 6302例 居世界第二位 另据了解 2019年 约有5800余例 器官移植技术 也在不断改进创新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继续地认为 建议 护断公断 整 biliyor 这是特别的 大栋 在唯一 检验 哈哈哈 您懂得好 您不能停止 我会操作 您传播 您教会 是 晋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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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想忘了 晋语路 晋语路 我们也真诚的非常热烈的欢迎广大的国际通道能够来华交流 帮助和支持中国的气光移植事业 让更多的患者受益 我们最最最在乎的是公众和病人对我们的希望 我们经常讲我们中国的13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奔斗目标 也就是为中国人提供高质量的一致医疗卫生服务 就是我们的使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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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